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非常精彩的动作片 《终极斗士4》 男主伯伊卡一直在乌克兰地区打地下黑拳 他的动作天马行空 拳脚行云流水 很快就打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参加正规的拳赛 进而成为世界第一拳手 终于有一天 他盼来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只要赢下这场比赛 他就能够进入欧洲级别大奖赛 进而进入顶级搏击职业联盟 这场比赛的对手是一位俄罗斯拳手 伯伊卡为了实现梦想全力以赴 手下毫不留情 几个回合下来就将对手打败 可对手却是一个特别固执的人 被伯伊卡打败后还不认输 最终被伯伊卡失手打死 伯伊卡如愿晋级欧洲大奖赛 可对手的死亡 也让伯伊卡久久陷入自责与愧疚 他非常后悔 在查看对手遗留的行李时 发现对手还有妻子和孩子要养活 为了弥补内心的愧疚 伯伊卡决定前往俄罗斯 寻找死亡拳手的妻子 希望求得原谅 于是他根据地址 找到了死亡拳手的妻子寡妇女 却看见他正被人带走 伯伊卡也跟了过去 这才知道 寡妇女在当地黑帮的地下格斗场当服务员 伯伊卡准备和寡妇女道明来意 却被一群人叫了出去 双方一言不合 便动手打了起来 伯伊卡凭借自身实力 将这群想要羞辱他的党羽打倒在地 这时黑帮老大出现 他见伯伊卡伸手不凡 便邀请他为自己打拳 但遭到伯伊卡的拒绝 第二天 伯伊卡又去找寡妇女 两人一聊才知道 原来寡妇女的丈夫欠了黑帮老大不少钱 丈夫死后无力偿还 他不得不在黑老大的地下格斗场工作还债 伯伊卡想把比赛获得的奖金交给寡妇女 希望得到她的原谅 可寡妇女却并没有原谅她 伯伊卡决定换个方式进行弥补 于是她找到黑帮老大 双方达成一项交易 只要伯伊卡为她打三场拳赛 并打赢这里最厉害的拳手 就让寡妇女重获自由 很快第一场比赛开始 对手是一个擅长快拳的拳手 双方展开激烈的对抗 伯伊卡腾空而起 闪电般地提出一脚 直接KO了对手 比赛结束后 寡妇女递给了伯伊卡一杯水 看着伯伊卡这么拼命地帮她 便邀请伯伊卡到她家里的练拳室练拳 而这个地方正是寡妇女丈夫以前的练拳室 随后第二场比赛开始 对方派出了两人 双方你来我往 互不相让 一对二 伯伊卡虽然有点不适应 但丝毫不落在下风 在打斗过程中 伯伊卡也遭到对手偷袭 腰部受伤 但这不影响她对胜利的渴望 一记空中猛龙摆尾KO了对手 比赛结束后 寡妇女在家里帮助伯伊卡治疗腰伤 并劝告伯伊卡 不要为了她这么拼命 但伯伊卡还是谢绝了她 很快 第三场比赛来临 对手是这个格斗场的冠军 经过一番紧张而激烈的较量后 伯伊卡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这时 她看到站在场外的寡妇女 于是化悲愤的力量 开始发起反击 左倾拳又重拳 再来一记空中回旋踢KO了对手 然而这个时候 黑帮老大又找来了号称 最强格斗式的拳手 对付伯伊卡 伯伊卡不得不再打一场 显然伯伊卡还未完全恢复体力 拳头打在对方的身上 犹如挠痒痒般 再加上腰伤复发 一副指老虎的样子 几个回合下来就落了下风 没几下就被对手打倒在地 不过 被虐得体无完肤的伯伊卡 在看到寡妇女担心的眼神后 立马满血复活 开启最强模式 重拳轻拳 再接一记葵花三世 一路翻转腾挪 转一圈梯 转两圈梯 最后一记空中猛龙摆尾 直接KO了对手 比赛结束 伯伊卡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然而 虽然赢得了最终的胜利 但是黑帮老大 不仅反悔了同伯伊卡的约定 还想独占寡妇女 并让手下干掉伯伊卡 怒火中烧的伯伊卡 大闹格斗场 在中了两枪后 依然打死了黑帮老大 这时警察及时赶到 逮捕了伯伊卡 六个月后 伯伊卡再次站上了 监狱格斗场的舞台 开始了新的旅途 电影结束 尽管故事情节简单质朴 甚至有些老套 但主人公细腻的情感演绎 和永不服输的精神 却深深打动了观众